太扯了 你还没有收到新影片通知吗 赶快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通知哦 而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哦 在Link这张专辑的封面呢 阿令跟Midi杨世宏 撞发型了 阿令跟Midi杨世宏撞发型了 阿令跟Midi杨世宏撞发型了 很重要说三次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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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爱音乐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偶像DJMidi杨世宏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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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音乐 如果你是我们节目 忠实的听众的话 请一定要上Apple Podcast 跟我互动 留下五星并且留言 告诉我 你想要听我介绍什么样的音乐 因为很少人去留言 所以我每一集都要一直 讲到你去留 好吗 大家请注意 还没有打第三剂疫苗的 赶快去打 最近疫情又开始有点回温了呦 我身边的朋友呢 也有被狂烈的 在清明时节的时候呢 他扫了台北车站的实名制 为了要坐高铁回乡扫墓 后来他就被狂烈了 有没有这么可怕 我还有很多专辑宣传期的通告 还没上 现在让我压力很大 有点紧张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保护好自己哦 最近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之下呢 也不要到处去啪啪糟 以免被狂烈 好的 今天要介绍哪一位天后的专辑呢 在四月八号的时候 这位天后发行自己最新的专辑 也是作为他现在这个岁数 三十八岁 三八阿花一朵花的这个记录啦 尤其又自己担任了音乐的制作人 音乐的总监呢 这张专辑非常贴近这位歌手 究竟她是谁呢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嗯 这个我可以 在四月八号即将发行最新专辑 Link L-I-N-K 这个连结的英文呢 这张专辑的歌手 她是一位天后 我们之前也没有少介绍过这位女歌手 她是阿灵 阿灵的中文叫黄丽玲吗 我记得之前 哪一集说说说 说你爱音乐有一连串 我一直在唱阿灵的歌 自己弄那些钢琴的伴奏 自己弄那些吉他的伴奏 就演唱一点点 在KTV我会点的阿灵的歌曲 不过我刚才找了一下 我们的播放清单 就是从第一集看过来 我找不到那一集耶 还是我做梦里面把它录掉的 如果有听众朋友有这个印象的话 请告诉我是在哪一集之中 听到我唱阿灵的歌曲好吗 阿灵的Link这张专辑 主要讲的就是连结嘛 不管是过去跟现在 还有未来的连结 不管是音乐总监 音乐制作人跟歌手的连结 或者是歌曲本身 跟歌迷之间的连结 整张专辑都给人非常强大的共感 非常强大的共鸣 包含了很多巴黎年代 一些复古音色 复古的曲风使用 也让活在38岁 大概这个年纪 区间段 很喜欢阿灵的人 回到自己最初 听到音乐的感动 也加了很多创新的元素 比如说一些trapped beat 一些陷阱妹的部分 跟这些复古的音乐结合 也能够吸引到一些 比较年轻的听众 更不用说 那些喜欢唱K歌 在KTV里面 震破大家耳膜的 这些爱唱歌的小朋友们 其实早在大约半年前 就是2021年的11月 阿灵就释出了最新的单曲 也是这一张专辑的开门歌曲 叫做《尽情旋转》 《尽情旋转》之后歌曲 就是非常刻板的阿灵 其实因为这张 Link的专辑里面 太多惊喜了 所以我们先从 它的脉络讲起 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曲 尽情旋转 为什么我会说 它是刻板的阿灵 因为它就是非常古典美的 一首歌曲 加上阿灵自己写的曲 姚若隆老师写的词 搭配上非常大气 非常庞大的弦乐编写 在这样抒情的架构之下 它竟然加入了打击乐 就是一些比较像手骨之类的声响 让整首歌曲更有温度 更不用说阿灵的歌声加进去 她自己写的曲 她自己演唱 最对歌手的味了 那个时候我听到 尽情旋转这首歌曲 就想说 是不是要做什么事情 所有的歌迷朋友 所有的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们 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一颗怀疑的心 不是怀疑的心 好奇的心 每当你喜欢的歌手 出了一首单纯的新单曲 你就要开始换讲说 它真的只是一首单曲吗 还是它在为未来的大作铺梗呢 这首尽情旋转就是后者啦 为了Link这张专辑铺梗 一个抒情的开门歌曲 比较传统我们想象阿灵的风格 来开启这张专辑 我必须老实说 一开始听到尽情旋转 作为开门歌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 哦 就是阿灵啊 就是抒情歌啊 去KTV一定点得到 大家都很喜欢唱 但是这张专辑 简直超乎我的意料 从第二首单曲 第二波单曲的释出 就可以发现 整张专辑的企图形 在尽情旋转上架 过了约莫一个月的时间之后 阿灵释出了她专辑的 第二首单曲 第二首主打 叫做Rumadieu Rumad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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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是阿美族语唱歌的意思哦 我不太会讲阿美族语 所以请放过我 或者是有听众朋友们 知道怎么正确发音的 也可以跟我说一声好吗 R-O-M-A-D-I-W 这首歌融入了非常多的阿美族语 当然也有让我们这些平地人 可以一起跟着唱的华语部分啦 把母语跟流行乐结合这件事情 大家都会毛起来做 把这首歌曲的音乐画面填到最满 或者是用最感性的方式 去诠释这样子的作品哦 因为毕竟大家越来越重视母语歌曲 也有很多厉害的母语歌手 被大家听见 比如说我们之前访问过的 黄语涵 比如说阿豹 曹亚文等等 都用了非华语的语言入歌 让大家可以欣赏另外一种 语言他们韵律的美啦 以及创造出音乐上 旋律上更多的可能性 而这一首阿令的Ruma Due Ruma Ruma 好 阿令的这首唱歌 为母语融入流行这个领域之中呢 创造了新的标杆 为什么会这样说 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 有够好听 而且随着你一打开这首歌曲 你身体的关节就会被解放 会开始动起来 会开始跟着里面的声响一起吟唱 尤其是那个Bridge 真的是有够好记 有够洗脑 左脚右脚 然后屁股再来摇一摇 还有样 我为什么要突然增加自己的工作量 没事没事 每次只要讲到阿令 就会很想要跟着一起唱 很想要把她的音乐分享给大家 而且我想 我们还没有在我们的节目之中 做过和声的这件事情 而且我把和声 放在左边跟右边 让大家有一个空间感 如果你是带着耳机 收听这一集Podcast节目 应该更有感 一方面也是致敬 RumaRyu这首歌曲 里面的和声堆叠太厉害了 听这首歌 一定要带着耳机再加舞动 除了有阿美族语 以及阿美族的鼓调 融入整首歌之外 还加入了非常多 比较电子的一些声响 把鼓调跟Trap 还有Hip Hop 融合得非常的赞 而且其实Hip Hop的氛围 也很疯年纪 有一些Hip Hop的方向 也蛮疯年纪的 所以这首歌曲 巧妙地融合了这些特点 以及它的MV 不得不提及它的MV 这首MV呢 采用Live Recording的方式 你没有听错 之前什么田野录音啊 什么我们在音乐作品里面 用Live Recording的方式 已经不够了 我们拍MV 就是要真唱 就是要真跳 而且这首Ruma Liu的MV之中呢 我们不在平地跳 我们在山坡上面跳 穿得漂漂亮亮 在山坡上面大跳舞 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这支MV 你除了可以听到现场演唱 阿令的功力之强 在怎么样的大动作之下 还是可以诠释出 唱出很漂亮的音 以及约摸一百名阿美族人 跟着阿令一起庆祝这首歌曲 一起拍摄这首歌曲的MV 非常有能量 非常有活力 看了让人会心一笑 Ruma Liu在每一个音乐画面的转换 每一个段落的衔接 都做得行云流水 而且里面有很多段充满了 比较幽默感的歌词 比如说村长办公室报告那一段 听到就让我觉得 这首歌怎么这么可爱 阿令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包袱 我觉得会让我有没有包袱的感觉 是因为整张专辑的脉络 跟设计实在是太赞了 围绕着Link 围绕着连结 以及38这个神秘的魔法数字 因为Link是阿令38岁 所推出的专辑 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包袱 随便就讲出来自己的年龄 这样对女明星是好的吗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的探讨 我们继续按照脉络 来解析这张专辑 第三首单曲 是来自爱怡良的词曲创作 由阿令演唱 歌名叫做 我怨自我的我埋怨的怨 这首歌曲一听 就是大气抒情歌才出现的歌名 没有错 它是一首大气抒情歌 从68拍一个非常经典的 非常适合搭配抒情的节奏感入手 从有点像男男自语 自言自语的状态演唱 到最后直接铁肺炸裂的一首 音域跨度极高 平常人凡人不能随便接触的一首单曲 我愿 阿令姐姐有学过 大家不要轻易模仿 要不然震破别人的耳膜 副歌的状况呢 就是疯狂转音 一只R 拼命R 用生命R 再加上非常高的真音推出来 能够在这样子的音域里面 完成这么漂亮的颗粒干的专音 真的是只有阿令啦 我们给她掌声鼓励鼓励 我愿呢 就是在讲分手时期的两个人嘛 或者是离婚时期的两个人 对于不同年龄层 会有不同的面临爱情结尾的 这样子的状态 而MV之中也完美地呈现了这个故事 由陈婷妮主演 当然阿令也有在里面客串演出 毕竟是自己的MV嘛 在MV的开场呢 我以为是恐怖片啊 搭配着这种诡诀的灯光 以及陈婷妮作为一个杀手 一下灯打开她在那里 一下灯按她又不在那里 而下一幕 陈婷妮直接拿电钻 钻抱一个男人的膝盖 看到膝盖都会痛 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讲一个俱乐部里面嘛 就在一个类似夜店里面 或者是一个失婚的阵线联盟 失恋阵线联盟的一个场域 阿令算是大姐头 然后陈婷妮呢 算是她底下的一个杀手 专门负责杀那些复兴汉 对 而陈婷妮这个杀手 她自己的老公 也在偷吃 你老婆是杀手 你怎么敢偷吃 最后陈婷妮到底会做出 什么样的判断与决定呢 我把这个故事的结尾 留给大家 去看MV的时候 自己细细的品味啦 在3月8号释出这一首 我愿的MV 也预示着这张专辑跟38的魔法书 自己有关系 也告诉大家 在一个月之后 专辑就要上架了 在4月8号上架这一张专辑 Link 里面有15首歌 你没有听错 它是新专辑哦 不是精选集 虽然这15首新的音乐作品 其中有很多首饰作为 intro interlude ultro 这种比较是音乐性跟专辑概念的展现 在这样子的大作品之中呢 有这些精致的作为尖奏的作品 可以好好的串联每一首歌跟每一首歌的连结 每一首歌跟每一首歌的Link啦 也可以把专辑概念 说故事 说得更完整 专辑之中的这些尖奏歌曲呢 基本上都是阿令自己在讲话 搭配上配器 搭配上乐器 呈现出来一个音乐的风貌 来衔接前后两首歌曲 从小时候跟家人对话的这些音档 到了卡带时期 加入了很多lofi的杂讯 再到了阿令自己的电台 最后自言自语 进入一个很科幻 很机械电流的一些声音声响 整张专辑随着这些奸奏 脉络变得非常清晰 从80年代诞生的阿令 专辑除了有复古的致敬之外 随着曲续后来也有越来越多新鲜的尝试 比较特色的声响 比较现代的创作主题 我们的黄丽玲女士 是不是要拿到一个最佳国语专辑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啊 这里特别提一点 作为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呢 比如有歌手要出新专辑 这个唱片公司就会丢过来 所谓新闻资料 这个新闻资料呢 里面就写满了各式各样 关于这张专辑的卖点 比如说音乐找到谁合作啊 比如说词曲是谁 制作人是谁 找到哪些人来拍MV 但是这一次阿令的专辑 特别不一样 我收到了两份的新闻资料 第二份的新闻资料 专门在写她这次专辑的造型 包含照片以及一些文字呢 大概有四页A4的这样篇幅啊 非常的精彩 非常多套造型 而且这些衣服都是 high fashion couture 高级定制服哦 这些名牌的衣服 以及这些设计师的新闻呢 一套我估计大概也是要个 十万 二十万 我不知道我乱猜的哦 专业这些衣服一看就非常精致 预算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啦 而且这些宣传服穿完一次之后 还会继续穿吗 里面有很多套造型 真的太浮华了 太浮夸了 穿去上节目宣传的话 也会太over啦 虽然说以阿令的这个天后等级 她应该不用上什么节目宣传 但是这照片 这衣服在我眼中 就是白花花的钞票门 而且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哦 在Link这张专辑的封面呢 阿令跟Midi 杨世宏 撞发型了 阿令跟Midi 杨世宏撞发型了 阿令跟Midi 杨世宏撞发型了 很重要说三次 都是走一种比较古典美 然后把发胶涂满整个头发 然后做出一些弯曲的造型哦 非常古典的美啦 而且专辑的造型 以及她的摄影 她的拍照 也有符合复古家创新的元素 除了这样比较古典的造型之外呢 也有比较前卫的尝试 比如说把头发接到跟身高一样高 或者是穿着非常经典的黑色小洋装 但是这个黑色小洋装呢 上面被挖了非常多的线条 让阿令前凸后翘 在38岁的时候展现出自己最性感的一面啦 也是告诉大家 不管你几岁 都要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 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这些厉害的视觉作品呢 也让我们非常期待 阿令这张专辑 她实体的样貌 跟她专辑内叶这些精美的照片啦 从刚才讲到的专辑 前导这些单曲的脉络 到整张专辑的MV 到她的视觉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四个字 无拘无束 不管是阿令的词曲创作上面 或者是她选的团队 或者是她唱歌 她制作的方向 都少了很多的包袱耶 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专辑一点包袱也没有 有的时候歌手太坚持一个东西 太坚持一个想法的时候 会很明显地展示在她的专辑之中 比如说我自己的第一次当偶像就上手 就是非常坚持要透明化幕后工作人员 有的时候反而会给人家一种小小的压力吗 或者是我一定要在这张专辑达成这个目标 我本身就是偶报比较重 好吗 我有很多想要达成的事情 我必须要展现给大家看 但是阿令就是把四年半这段空窗没有发专辑的时期 融会成一张link 一张连结 让大家可以更贴近歌手本人 是一张非常没有包袱的专辑 除了刚才谈到的专辑 前导单曲 以及专辑之中的尖奏 Interloo 这些音乐作品之外 再跟大家推荐几首我非常喜欢的歌 聊聊天这首单曲 也是专辑的第四播主打歌 在4月8号的时候也释出了MV 由谢琼瑄领衔主演 这是华登初上的阿借啦 非常走心的一首歌 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KTV大唱的K歌 歌曲之中的钢琴伴奏跟阿令的人生搭配得非常融洽 哪一个顿点要停一下 哪一个地方要拉长音 可见音乐制作团队的用心啦 而且大家都会说 三八阿花一朵花 既然这是38岁的作品 里面一定要收录一首 跟这个俗语有关系的 它歌名叫做一朵花 从前奏一下进来 就让你满满的80年代 满满的复古 以及disco的感觉 大舞厅的感觉啦 其实我奶奶以前是在台南开舞厅的 我在比如说小学下课之后 都会跑到下舞场的舞厅 没有错 那个时候有下舞场的舞厅 它就是古时候的夜店啦 下舞场夜店的概念啦 然后听到一朵花这首歌的时候 就带我 马上带我回到那个时代 那个时期 尤其是在一朵花这首歌曲 专辑曲续的前一首 叫做自信与美丽 阿令也是有带来一些哼唱 以及一些口白 叫大家今天我们就是要变美 我们姐姐妹妹站起来 照着专辑的曲续收听才是正确的服用方式 最后再跟大家郑重推荐一首 我非常喜欢这样专辑里面的歌曲 叫做 迈哥贡 迈哥贡他的英文歌名呢 因为每一首专辑里面的歌都要有一个英文歌名嘛 他叫做 迈哥贡 叫你先走了 迈哥你走了 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 这首歌曲也是阿令二度与张正月合作的音乐作品 天王天后联手 再加上他们都是阿美族人 所以这样的连结可以好好的反映在音乐之中 大家知道阿令一开始是要往摇滚歌姬的方向去走吗 回想一下你听到阿令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不要跟我说有一种悲伤 你太年轻了 你太年轻了 那不管我的事情 第一首进到大家耳朵之中阿令的歌曲是《失恋无罪》 多凶的一首歌 赞死到现在我都还是会去KTV点唱这首歌曲 而这首迈哥贡 迈哥贡 这首歌之中呢 也是运用了非常多摇滚的元素哦 再加上很多比较脏的音色 比较破的吉他声响 让整首歌曲的态度满点 用人声跟吉他之间的对比呢 完美地呈现了这首歌曲的张力 阿令一些比较有态度 比较有口气的这些饶唱呢 堆叠上了人声的效果 让整首歌曲的层次感非常丰富 可以一听再听都不会腻 迈哥贡这首歌曲呢 是我在Link这张专辑之中 第二喜欢的歌曲 第一喜欢的当然就是 鲁马六 真的会唱上映 阿令 这个我可以哦 以上呢 就是本集说说说 说念爱音乐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大家可以去听看看 阿令这张新专辑 尤其是她的MV作品 以及她未来还会释出 什么样的美照呢 请大家期待一下 我是你们的偶像DJ 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 拜拜